在很多人眼中,陈友谅是个阴险狡诈且心狠手辣的野心家,这大概受到金庸先生的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影响,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,陈友谅武功高强,极有谋略,玩弄江湖于手掌之中,堪称张无忌最大的对手,特别是在灵蛇岛围攻谢逊那一段,写尽了陈友谅狡诈和腹黑,如果陈友谅也具备同样实力的话,我想张无忌可能根本不是对手。 《倚天屠龙记》毕竟是小说,作为书中最大的反派之一,陈友谅明显被黑化了。那么,历史上真实的陈友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原莫名是宋莲,曾在江苏常熟的一副身家中,客居过一段时间。一天,他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前来拜见,这个人说是麦文为生,但长得人高马大,坚实有力,看着一点也不像文若书生的模样。 细聊下来,宋莲发现,此人确实有学问,精识百家,军事兵法,都能侃侃而谈,直书凶意。 既然是麦文,宋莲请他作诗,此人说,我的诗要二十两银子,附身惊奇,当下痛快答应。 这人随即附诗一首,果然与众不同。宋莲又请教他的文章。 这人表示,我的文章就需要一百两银子了,附身爽快答应,只见这人胸有成竹,提笔而就,一篇佳作变成了,众人赞不绝口,附身见这人这般才华,盛情款待,酒宴过后,这人起身告辞,银行前,这人对宋莲说,我来其实不是为了钱,只是久仰大名,特意来拜访您,并将麦文所得的120两银子,悉数赠给了宋莲,附身派人送行,一直把他送到了海边的战船上。 只见千帆五动,君荣整齐威武,原来这人竟是这只水师的主帅陈有亮,这则故事里的陈有亮,不仅博学多才。 环礼闲下事,本想邀请宋莲出山相助,但见宋莲只是一介大儒,对军事兵法并不精通,便不强求,潇洒离去,这件事在长书城中传播很广,后来被清代作者王英奎收录在他的柳南随笔中,陈有亮,生于1320年, 也就是袁延又七年,湖北碾阳,金仙桃人,袁墨农民起义领导者,在袁墨群雄争霸战中,输给朱元璋,早早离场,自古成王败寇,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 所以,陈有亮在讨好朱元璋的史观笔下,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,忘恩负义,刚愎自用的小人。 以突出朱元璋形象的高大,及大势所趋的天选之主,有了这个基调。 后人在二次创作上,继续研习陈有亮的负面形象,基本把陈有亮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 其实,陈有亮的形象非常好,宁实录说他自貌风伪,自貌指的是人的身形样貌,伪是魁梧英俊的意思,古人形容男子形象好,长得帅,都会用伪这个字,比如说到诸葛亮的长相时,也是容貌甚伪,前千亿的国出群雄势略中,说陈有亮履历过人,优于武艺。 履历是体力的意思,说的是陈有亮体力好,武功也好,加上,明史中称他少读书,略通文艺,结合前面的故事,说明陈有亮有较好的文化水平,综合来看,陈有亮可以算是一个文武兼备,形象气质家的大帅哥。 一般认为,陈有亮是在徐寿辉起义之后,加入了红金军,开始反援斗争,但名家境文学家吴国伦,在陈章势略中写,陈有亮,缅扬于人子,与其地有人有贵,至正中飘略于村落,官兵雷讨不能平,率所俱网从徐寿辉,盖徐处起,我们发现,虽然陈有亮在徐寿辉起义之初,就前去投奔。 但在这之前,陈有亮兄弟几人已经在乡间组织了小规模的反援活动,致使官兵数次讨伐都不能平,说明陈有亮反援的时间应该更早。 而从陈有亮后面的表现来看,陈有亮反援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决,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安庆之战,安庆是长江下游中的重要战略要地,交通便利,粮草充足,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,所以,自从徐寿辉率领红金军起义以来, 打过安庆很多次,都无功而返,一方面是因为安庆成高强后,一手难攻,另一方面是因为安庆的守将渔阙。 很难对付,这个渔阙虽然是个文官,但曾亲茂使时冲入阵内,连斩陈有亮十三元大将,解手成很有章法,爱民如子,得城中百姓拥戴,当时江西官军略周县,独不赶入安庆界,这样一块硬骨头,朱元璋没去碰,但陈有亮碰了。 智政17年,陈有亮再次集结兵马,先破安庆外围的小孤山,后围住安庆东、西、南三门,全力攻打,这场攻坚战持续了三个多月,终于攻克,城破之时,渔阙已身被食渔,已身殉国,陈有亮赶其中意,后葬之,对于陈有亮肯下的这块硬骨头。 明时选择忽略部,包括陈有亮攻克安庆前后,参与的大小数百战,明时要不记在陈有亮领导尼文郡的名下,要不就是一笔带国。 与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不同,陈有亮并非是因为吃不上饭,才决定要起义的。 相反,他每天依族饭饱,有时甚至还能收到一些孝敬,但陈有亮不仅没有堕落,反而对元朝的统治感到非常失望,产生了要拯救天下苍生,完成民族复兴的想法。 1355年,徐寿辉派部将尼文郡攻破了缅阳,陈有亮也抓住机会,跟上了起义大潮,成为了尼文郡的手下。 不久后,由于陈有亮出色的工作能力与战功积累,他很快被升为了领军元帅。 1357年,屡立战功的尼文郡开始对徐寿辉产生不满,他设计谋害徐寿辉,但最终计谋败露,尼文郡逃往黄州,向陈有亮寻求帮助。 智在天下,陈有亮面对昔日的领导,却毫不留情,他干净利落地杀掉了尼文郡,并吞并了他的军队。 此后,陈有亮自称宣卫史,并接连拿下江西、安徽等地,一时间名扬天下,随着陈有亮的实力越来越强,朱元璋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。 1359年,朱元璋利用离间计,成功让陈有亮斩杀了自己手下的大将赵普胜。 到了第二年,建立了天丸政权的徐寿辉想要迁都龙兴,而作为下属的陈有亮却一直不同意,徐寿辉本身就对日益骄狂的陈有亮感到不满。 一听他说反对,反而更加坚定了要迁都的决心。 听闻此事之后,陈有亮立马安排手下在江州唱了一出好戏,并最终成功敲碎了徐寿辉的脑袋。 徐寿辉死后,陈有亮立马称帝,取国号为汉,改元大义。 当时,陈有亮地盘最广,实力最强。 自然而然,他打起了朱元璋的主意,而朱元璋则担心遭到陈有亮和张世成的围攻, 便又一次派间谍诈降陈有亮,结果陈有亮果然中计,发起了大举进攻。 最终他落败于朱元璋之首,也丢掉了江西,1363年,陈有亮趁着朱元璋救援安丰之机,率大军杀向洪都。 结果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,在人数少于对方数十倍的情况下,硬使拖了陈有亮整整85天, 一直到朱元璋的救兵到来,听说朱元璋回来之后,陈有亮决定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展开决战,陈有亮的部队全都是铁锁连环的大船。 在战斗前期,将朱元璋的小船队打得喘不了气,但战斗到了关键时刻,却突然刮起了东北风,朱元璋立即下令使用火攻,陈有亮遭遇了赤壁之战曹操一样的尴尬。 最终,陈有亮大败而归,其弟弟陈有人当场战死,在之后的突围中,陈有亮也被乱箭射死,一带枭雄就此陨落。 朱元璋曾说,张是城气小,陈有亮至交,陈有亮确实是骄傲的。 他一生,在与援军的作战中,从来不曾接受招安,始终是血战到底,并且,在起义不到十年的时间里,他就能雄霸中原一大块土地。 最终称帝改元,他确实是一位骄傲的萧雄,可惜革命尚未成功,陈有亮显得骄傲得过早了,最终栽倒在朱元璋手里。 陈有亮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,让朱元璋也付出了惨重代价。 浦阳湖大战,共经过36天,朱元璋阵亡大将36元,陈有亮是条好汉,是朱元璋一生最强劲的敌手。 陈有亮的军队虽然多,但却是一支离心离德的部队,他手下人才虽然广,但却不愿为他卖命。 所以当陈有亮碰上朱元璋这种强悍的对手时,他的军队越战越耸,朱元璋的军队越战越勇。 中国古代讲究,得人心者得天下,陈有亮这方面功课没有朱元璋到位,注定他战胜不了朱元璋。 朱元璋最终没有杀害陈有亮的儿子陈礼和明玉珍的儿子名胜,而是把他们安置流放到了朝鲜,也算是功德一见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